我们再下次我们再上去 好 现场 现场 现场所有的 第二次要上去的话 有谁要上去 要上去 第二次要上去的 请去的举手 你弄我会去 如果说 我有讲 下次 有七十个 我再带你去 你开始就了 其实真的 大家觉得要对去的这种福气 可以啊 以外 还有加强一点 那一天 你的那个廟宫 他先说 我不带他 然后我上去 也没有看他 我只是看到 一个人在那边的事情 然后我就跑去厕所 厕所下来 坐在大庙门前的时候 坐下来的时候 主席就很厉害 然后一直看他 我说 主席对我看他在做什么 我以为他是刚好 你知道吗 然后主席 你要让我看他干嘛 因为主席在我的眼里面 去看的的话 我没去看他办法去 没有 我只是看到他穿牛仔裤 他都没有人知道的事情 然后啊 主席说 我传来的讯息 主席说 你很辛苦在这里 管你这一切 但是我不认识他 你也姓别吗 好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后来回来 我不是有跟他加赖吗 然后其实我们给他的印象 就是素质不错 再来就是 他是 我以为他是个道长 我说 你把 我回来看到你的那个照片 才发现你把法器 我说是要称呼你一身道长吗 那时候十五十几年前 他是就是有奏子 就是有道长的奏子 奏子 所以我后来第二天 不对喔 主持人说他是法师 然后我说你应该是法师吧 他说对 他是道法师 但是他说虚有其名 其实他不是要这些东西 那其实他的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也直接好 然后很低调 然后对主持人很恭敬 不是因为他今天道法师 他就是看我们家 他很低调 然后我今天跟他说 那个早上他有那个 传一个影片到早安 他说他昨天今天都很忙 我说在忙什么 他说都很多人上来 我说那能不能分享 要照配什么 一辆船来 都是一些古妙 古妙去里了 我才知道我们原来主妙 也是很热闹的 就有一道教的 去那边 我才知道